大家好,我們是Ivy 魔理神山的同學 相信大家平時都會去不同商場逛街 但是大家又會不會留意商場的設計呢? 而我呢,就會了 身為一個建造工程系的學生 我都會經常留意不同的商場設計 而今天我們想和你介紹一個 大家可能經常聽到的商場 但是又不會特意留意它 而它就是Kesaw Meusea Kesaw Meusea除了網絡很漂亮之外 它在建築環部方面 都有很多特點來保護我們的大自然 就讓我們先介紹一下吧 Kesaw Meusea 是一間 位於尖沙咀維多利亞港海旁的一座大型商場 即是這裏 總共有8層 裏面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店鋪 而裏面都有很多不同藝術品和綠色建築元素 首先在戶外的地方 Kesaw Meusea 的天台物料 用了超過50%的高反射率物料 所以建築物不會吸到太多熱 造成熱度效應 熱度效應 熱度效應是指 城市裏面太多運營土吸收過量的熱 導致城市的平均溫度較高 無論對人體的舒適度和環境都會扣很多分 同時 戶外的燈都用了一些比較暗的燈光 來減少香港的光污染 同時 Kesaw Meusea 都有很多外場種植物 這樣就可以減少建築物的熱吸收 又可以像海綿般吸收了二氧化碳 為地球暖化的問題作出一分力 之後是用水方面 Kesaw Meusea 的年度用水表現 對比標準的用水量少了40% 同時 雨水收集系統幫我建築淋花 都限了7.5% 這樣管理公司又可以給少些水費 未來我們又有多些水可以用 混合到可持續發展中的唯一代預留資源 再之後 在室內環境中 Kesaw Meusea 都放了不少植物價 在這裏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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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植物 植物可以幫忙吸走空氣中的污染物 例如PM2.5 和一氧化碳 所以 Kesaw Meusea 裡面的CO 和空氣污染物水平 都會因為有植物的加持下 都低於標準 誇張一點 我們在商場中 差一點就可以感受到和戶外空氣一樣的清新程度 講完結束的環保元素 是時候講講Kesaw Meusea 在那裏 香港人的生活習慣方面還有些什麼 Kesaw Meusea 在百里奧的Natural Discovery Park 提供角類導賞團和Workshop 裡面持有和香港大學合作的昆蟲標品櫃 全國最大的戶外小肉箱 本地植物的花園 和室內無間機 可以為公眾提供對大自然和環保的知識 至於我們沒有部團就進不去 就靠網上的片段給大家看看 K11層機器 2012年9月火拍環保團體收集膠瓶再來用 K11收集了商戶廢膠用來整傘 我想在這個活動可以讓商戶員工更有助環保 至於你呢 你又不會幫忙出街的時候帶水瓶呢 即使要買你又會不會用 會不會回收容的膠瓶呢 除了膠瓶之外 在藥巡生活中 我們都可以更加環保 例如在家裏開冷氣的時候 開風扇 充電用的火牛不用的時候 問他出來 洗澡充短幾分鐘 搭公共交通工具等等等等 這些小小的習慣 除了會幫你的河巴欺負不少 對環境的影響都會小一點 不知道大家看完影片 會不會有空留意一下身邊的建築物呢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欣賞一下 不同的建築環保設計 和他們帶來的好處 多謝 謝謝 謝謝